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蜜,又是我们的周五见 说到周五见 我觉得应该再跟大家说个抱歉 因为上周五那期肉龙,你们还记得吗 那期中途一直有频闪 我真的,我太激疼了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再跟大家道一个歉 我一定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好了,我们回到这期Judad Vlog 我是态度转变得有点快了 我真的非常的愧疚,包括现在还在愧疚 是前段时间不到糖食的时候 我在这刷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然后突然发现,哇,这家外卖怎么这么厉害呀 然后我就点了,点了之后真的 惊为天 反正是什么呢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前段时间能糖食了之后 我还去过它糖食一次 也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今天真的我把他们家最厉害的东西 全给你们安排上了 包括我给你们透露一下 包括有一个泰卷 你知道吗 真的泰卷了 那个泰卷 所以咱们就等我们的外卖吧 等外卖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自然黑 升级麻尾 带发网麻尾 专家玉米烫麻尾 因为这些东西买的时候本来也不贵 然后用一段时间呢 它那个发丝确实会看着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好看 30来块钱两个月换一次我觉得挺值的 给你们看看啊我刚倒的这个 跟我的发色其实还蛮接近的 就是这个上次告诉过大家了 就是你挑这种假发假麻尾的时候 一定要挑一个跟自己发色相近的 它就不会那个什么 它就不会有什么差异感 然后它这个好在意点的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它是个铁丝 就是 这边是长的 长纸黑 纯长纸黑 这个是啥的 这个是长的 这个是长的卷发吧 哇 又新发型了 就是我我现在买这些东西我是涂个省事 天呐这个大波浪 这也太 大概抓一下一下 这有这么多头发不坠的脑袋疼吗 不疼真的不疼 真的一点不坠的脑袋疼 我这没有梳好啊 要梳好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天呐 再高一点都梳好了 把它再高一点 天呐 这个太三十 这个太直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假的丸子头 前两天我特别爱梳碗子头 但是我觉得太配事了 所以我的这个一绑其实还挺好的 就是你别看它收到手之后 它是一个圈 你给它当个头绳似的 看 这要再梳高点 非常完美 好看好看 我特意怕太假 我买了个发量少的 它有增发量 然后有正常发量 有少发量发圈的 我买了个少发量发圈 这个刚才说的没有上次那个炸 我妈呀好真实 他怎么帅他都不 潇洒不是摆烂 但是我自信的状态 天呐好真实哦 鲜泪们 我们的太卷已送达 好 拿不动了 其实我并没有点很多 它只是非常的精致 就是每一个都是那种小小盒状的 来来来给你们看 看为了保证日料的新鲜 每一个它都有冰板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好好看 我们家宰这个小盒子已经宰了好多了 啊 给我给你们看 不不不行 这个不行 八罐寿司加海胆饭 这个是单独一小盒的 因为它放冰蛋啊 首先大家知道这种鱼生类的东西 首先它有保鲜 再一个就是现在外面天气太热了 真的太热 非常的贴心的放了冰蛋 哇 这也太像 有了吧 这个海胆 这个鱼 这个寿司 然后咱们拆一下这把 好可爱是吧 这个布 你们在我家前面那个小盒子里 是不是见过好几个 这个布 我攒了好多了 都是在他们家点外卖点的 好像在拆自己攒了好些年的丝方 金银寿司这种 它里面是一个这样的石盒 然后两层 第一层啊 噔噔噔噔 你们看见太卷了 这个就是太卷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太卷 海胆 金铢鱼 大猪夹鱼 还有鲦鱼 两层 我跟你们说了 他们家太卷 就是一个超大那个寿司卷 然后能切八块 八块刚好是这样一盒 前段时间我们出去野餐大学 趟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还有波波 我就买的这个 哇一拿出来真的秒杀他们的什么 没有任何人能比得过我 这一盒 这一盒就一层 这一盒就一层 我基本上把他们家 能点外卖的东西 我都给点了 噔噔噔噔 然后这个时候我一个拿不住 我的心就跟着一起碎了 我给你们看今天的压轴 我不是一共四个吗 我一开始就给你们说 我跟老板软磨硬泡 就是 说能给我这么出吗 然后最后老板同意了 他就给我 噔噔噔噔 这么出了一根一整根 就是可以切八个太卷的那个 厉害吧 厉害吧 快说是不是好厉害 快说快说 快说是不是好厉害 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太卷中的太卷 好了 我们上周吃饭吧 哎呀 我这个碗 属实有点跟这个不搭 有点土了 先来一个 你看我的拳头和这个 这样你们就有对比了吧 现在什么也不占了 看见金枪鱼了 钓鱼 海胆 哇 里面的鱼 他里面的鱼 他的米啊 非常非常的薄 这近乎是没有一样 全都是 中鱼片 海胆不是那种碎碎的口感 他一点都不碎 非常的有劲 哇 大家知道 我不爱吃鱼 但是我抗拒不了生鱼片 抗拒不了这种没有刺 又没有怪味的东西 绿米薯 我还知道了 酥酥叶的味道 不行了 那是酸酸的腌过的 来给大家伙来一口海胆饭 来一口啊 哇 你们看 就海胆都渗透到了这个饭里 上面满满的 它好几层哎 它不是就平铺了一层 海胆啊 全都融入到了这个饭里 就是 你吃到腿里之后 瞬间那个海胆的味道 就包裹出了饭 寿司炸的时候 应该炸这个鱼 不炸这个饭 真的 我觉得 你吃这种东西啊 你要吃惯了那种自助 你就对它没有什么标准了 就但凡你吃到更新鲜的之后 你就觉得哇 这个东西 口感竟然能这么好 海葡萄非常的增香 来 哈哈快掉了快掉了快掉了 天呐 太好吃了 烦死了 来一个这个 再来一个才切好的 我就要自个儿切了哟 好 还愿意 创意 非常的创意 这个里面的饭我们还没有吃 我还没有说他们家店的名字 他们家店叫义林 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打这个字呢 就直接搜菜卷 它就会出来了 他们家是在我们公司那边 一个老牌日料店了 我不是跟你们说 就是可以糖食之后 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店里了 他们家店里是这样的 就是中午有一个定时菜单 晚上有个定时菜单 不是自己点的 是你去了之后老板给你上 就真的跟菜盲盒似的 你不知道他会给你上什么 然后还有很多特色酒啊什么的 我上次去完他店里之后 我本来想给大家拍一期 但是我觉得我的粉丝 他们不管我吃的好不好 他们只管我吃的饱不饱 所以我就想 那我还是叫到家里来吧 叫到家里来 我想叫多少就可以叫多少 然后给你们吃 我形容不出 没吃过 反说不到 哇 哇 这一口 来了 我现在想给他们都倒到一个盒里 然后就要上我的太卷了 哎 完完整整看看 太卷 那边还剩两个太卷 留着给小玩吃吧 我要吃这个 哎呦呦呦呦 看 快看 姐妹们 刚才给大家看一个了 这一卷是能切八个的 我现在只想给你们看 我安心吃太卷 哦 带着丝 我准备给你切一刀感受一下 又粗又厚的这种肉 这种肉啊 大块 就是大块才好吃 因为大块你才能感受到这种鸡 它的口感 如果你真变成小片那样的 就吃不了什么口感了 这里面原本就是放了芡芽的 稍微淡淡的一点 刚刚好 我今天就想造完这个拉道 那个一会儿我拍摄完了 当零嘴吃 好了 要切 要感受 也切完了 感受完了 大家还是抱着吃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我经常在我们家外卖上 各种简陋 这个就是简陋之一 改天给你们出个简陋合集 行 现在加一 简陋合集就可以做 我真的建议大家 可以去试一下他们的汤食 就是他们的汤食 不适合我拍摄 但是又有格调 然后环境也好 东西也新鲜 这就是我刚才非要切一刀的原因 如果刚才不切一刀 可能刚才这根狗带 狗带 刚才这根狗带 就被我给吃了 好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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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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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刚才那一大口就没味上来了 真爽 其实跟大家说实话 今天也算是宅家外卖系列吧 我其实是点了一家贵的 点了一家便宜的 因为你们知道 我之前经常跟你们说 我们家附近经常可以捡漏 就是捡各种各样的漏 就很便宜的那种外卖 然后又很好吃 我今天是特意点了个贵的 点了个便宜的 但是呢 吃着吃着这个 我不是不想吃了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吃 我们家附近的捡漏外卖的 都是我平常经常点的 我只是觉得 跟今天这一期不太搭 我突然突发奇想 我要给你们弄一期 捡漏外卖合集 下期或者下下期吧 我应该是下下期 因为下期的东西 我已经买完了 再不做就该坏了 下下期 我们的捡漏外卖合集 我把那个放到下一期 不是 我把那个放到下下期 然后刚才点的那个呢 还没有送到 我就当做 今天的晚饭吧 来一个 刚才那个鱼 这什么鱼啊 比方那鱼还香 香香 香香腻腻 哗哗喽喽喽 今天最后一个寿司 我把这些零碎都打干净 然后这是今天最后一口 今天啃了一个菜卷 然后还单独吃了两块 剩下几块我留着晚上吃了 不软不软 我今天真是一直在静待中度过 哇 或者 这好好吃 好了 我要把这个意犹未尽的感觉 留到晚上 接着啃我的菜卷 回首一回中 拜拜